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陈子乐园 今天我们又给大家带来最新的捷刀特曼胶囊玩具 这里面有究极赛罗 凯撒贝利亚皇帝 还有可以融合变成齐美拉地狱犬的两个怪兽胶囊 那你们知道是哪两只怪兽可以融合变成我们的最终boss吗?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两只怪兽分别是佐格第二形态 还有五帝兽 它们可以融合变成这一只贝利亚的超巨大融合兽 齐美拉地狱犬 除此之外 这里面还有凯撒贝利亚皇帝的奥特胶囊 和究极赛罗的奥特胶囊 那我们可以分别听到它们的召唤音 还有攻击的音效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一次的四个胶囊 那因为有三个怪兽 所以三个黑色的 一个是英雄胶囊 首先是究极赛罗 这是胶囊 还有究极赛罗的软胶玩具 那究极赛罗的胶囊 发出的光是黄色的光 代表的是神圣 然后这是究极赛罗的软胶 大家看 它手上的这把武器 看起来是不是非常的帅气呢? 那你们知道 究极赛罗是怎么样变成的吗? 如果你们知道的 可以给我留言哦 接下来是凯撒皇帝贝利亚 这个胶团是怪兽胶囊 所以是黑色的 它发出的光是紫色的 那之前给大家介绍的贝利亚的奥特胶囊是英雄胶囊 我们的凯撒贝利亚头上还有被赛罗打伤的痕迹 然后它的披风可以拿下来 看起来非常的帅气呢 那你们知道 凯撒皇帝贝利亚和贝利亚奥特曼有什么不一样吗? 接下来是我们期待已久的这两个怪兽胶囊 因为这是贝利亚从光之国偷回来的胶囊 它利用这两只强大的怪兽胶囊融合变成了奇美拉地狱拳 右边的这个是法布依王 又叫做五帝兽 是五只怪兽融合变成的 左边是根源破坏天使 左格的第二形态 大家看 我们用这两个怪兽胶囊召唤出了奇美拉地狱拳 奇美拉地狱拳又叫奇美拉贝洛斯 那我们在电视里面可以看到 它是最强大的贝利亚融合兽 这是它的介绍卡牌 奇美拉佩洛斯 这是它的名字 那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身上有很多融合怪兽的特征 包括长长的尾巴 还有这两只大红式的翅膀 它还是一只会飞的怪兽呢 之后我们会详细给大家介绍这只怪兽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召唤怪兽和奥特曼吧 有机会发现 第2形态 特征的酷 Contest 第新型的引操 正确呢 其客丁 有机会发现 第3体 第1型迷勾 内放眼中 逃避的酷 Conest 第3体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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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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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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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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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